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的两集我们由淺入深 由最基础的马力的原理和定义 去到它在汽车的马达和内燃机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今集我们就谈一些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有什麽办法可以令到车快点 怎样整大一点的马力 怎样整大一点的扭力 那些人们说改电脑 究竟要改了电脑什麽 我们试试谈一下 看过上一集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想车快马力是很紧要的 怎样令车马力增大呢 我们首先要讲清楚概念 传统的燃油汽车 无论是柴油引擎或是汽油引擎 引擎的反映角色都是将燃料里面的能量释放出来 去产生一些动力 而电动车呢 那个能量由化学能产生出来变成电能 这件事早就已经做好了 它只不过是处在电那里 所以电动车电马达的角色 它不是产生一些能量出来的 而是将能量转化成动力 做一个粗俗的比喻 引擎它是赚钱又花钱 电动车就负责花钱 这样讲大家容易明白些 马力呢 大家记得 就应该是扭力和速度成买 因此 如果有办法整大一点的扭力 马力就会大 或者有办法整高一点的转速 马力都会大 俗样讲 讲转速先 柴油引擎提升转速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讲过 其实整个燃烧是佔了固定的时间 想快没快 但是真的有人想更快一点 七八十年代 Benz就发明了一个叫做 indirect injection 它有个预言室去处理了柴油的燃烧的头盘的程序 这个做法是令到柴油机的转速快了很多 亦都是因为这件事是令到柴油机 由传统的大火船、发电机变到私家车那里用 但是这个做法也引起很多其他问题 环保、诸如此类的问题 现在也不是一个主流 就是用柴油机再提高转速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柴油机都回到原本的初心 如何做得更加有效率 适当地利用它的马力 适当地利用它的扭力 才是正度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譬如 你进气那里可以用挖炉做大一点 或者挖炉的角度改变 或者你也可以令到它入气的挖炉做得好一点 令到火焰还可以快 我们说的汽油的火焰速度 是有办法可以令到它再快一点 很多功夫放下去 于是你看到有些引擎可以去到八九千转 你一有八九千转 你六千转 我多了你百分之五十的话 扭力差不多 我乘下去的马力也多了你百分之五十 所以 是很好玩的 我们说过了 马力不是自己赚钱来花的 是老爸正拿钱给他花的 所以 它的马力 其实是限制在 液变器给多少电的马力 对于同一个马力的马力 你极其量 是可以做一些形状上的变化 改变这条扭力曲线 它是吞前吞后 但是总马力 其实跟转速是没有关系的 你搞转速是只能无谓的 因为马达行短了一万多转 我们想办法剩下它多 让它转得快一点 所以马达的转速 不是大家在马力上考虑最关心的一点 所以我们想办法剩下的转速 说完转速之后 大家就会想 我不搞转速 搞大一点 扭力行不行 扭力是很难搞的 因为扭力是燃烧爆炸 产生压力去推Piston向下 产生力量 你要把扭力整大 但是你把它想起来的根源 就是燃烧压力 和推到Piston的面积 两样东西成米 做出来的下压力 当然 你说我真的就是想要扭力 你想办法给点我 是有办法的 譬如说 你将活塞的行程做长一点 做大一点的曲续 因为杠杆原理的关系 所以你推下来那一刻 扭力是会好一点的 但是你做长了之后 也意味着 你在高转的时候 你是吃虧的 所以扭力提高了 但是马力是没有辟益的 你见到很多 尤其是商用柴油机 你见到行程是很长的 船 发电机 那些行程是长过直径 很多的 因为它需要就是扭力了 而电油引擎 也有几派的 有些人就喜欢直径大一点的 有些人喜欢扭力好 就将直径做小一点 行程做长一点 但是所谓长一点短一点 其实在一个范围里面 不能够做到太大的变化 所以见到在自然吸气引擎里面 其实譬如你是2.5公升 你的扭力是250牛吨米 为什么价格车差不多 3公升大约是300牛吨米 价格车差不多 就是大家已经去到极限了 你想变也没办法 当然 如果你加了温度 那是第二个世界 有了温度 你放了很多压外的空气进去 亦都是放多些汽油 成比例的 于是整个燃烧出来的量 就会大了 无论是扭力 甚至是马力 你都可以增加 有人就说 这个嘛 很着数 那是很着数 但是你要考虑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 因为你放多了油 除了马力 扭力之外 你还要考虑那个效率 我举个例子 譬如有人 一个小时搬10包米 有人一个小时搬20包米 那当然 第二个更好 但是他说 不是的 我工作多一倍 但是我要三倍工 那你做老板 你请谁呢 这个就是说效率的问题 所以提升马力和扭力 你真的要搞也有办法 不过去到最后埋单 你还要看看 究竟你的排放 你用的燃料是多少 这个都是要考虑之列 至于马达 如果我的电能是这么多 就是说 我那个最大马力 已经被逆变器限制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想做车 扭力大一点 又可以不可以呢 其实可以的 因为它限制了你的电流 如果你的马达 直径做大一点 其实可以产生大一点 那个starting torque 你starting torque 不过问题就来了 现在电动车 那个starting torque 都大了 用不完 你再大一点 喂 已经由两区变成四区 难道再做多两个车吗 当你的扭力 是more than enough的时候 你就未必再有需要增加 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广告很厉害 就是我搞了一搞电脑 又多了几十匹马力 那几十匹马力 其实那几十匹马力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说回气缸出力推的piston 跟打千秋 我们用手推的千秋 原理是一样的 当千秋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推 你的时间越准 推得越快 越大力 那么千秋就会弄得越高 但问题就来了 怎样为止一个最好的时间呢 当你的引擎转得很快的时候 我们会将那个点火时间提早的 因为如果你不提早 因为你点火之后 它一会儿才出最大力量 那如果我等piston上到最顶 才会点火 那piston回来 那就不见了一些力量 所以一定是将piston 上到差不多最顶 的时候就点火 然后piston再上高一点 最大力量就发挥下来了 其实呢 为了安全起见 车厂工程师设计 一定不会用到那么尽 它一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肯定不会将点火提前 是早到将你的piston打回头 那些改装公司 通常它program的一个引擎的电脑 它都是将几样东西改 譬如air fuel ratio 我们知道air fuel ratio 当空气和燃料大约在12.8的时候 火焰是走得最快的 但是理论燃烧值就是14.7 就是说呢 当你的空气和燃料比是14.7的时候 是刚刚好烧光 就没有剩下的 但是如果去到12.8的话 即是说空气少了 那你烧出来呢 那就烧不完的 但是火焰走得快 是可以帮你一下子 把力量全传出去 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追求 我只追求就是那一刻 我将air fuel ratio 我已经调到接近12.8那里 还有我会将那个点火时间 安全线用到最尽 去将那个力量拿到最尽 所以你看到 用了一个更加进取的程式之后 力量是大了的 这个世界就没有免费应餐的 其实你透过一个更加进取的程式 去所谓炸取多些马力 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说 你用多些油 你那个air fuel ratio 长期保持在一个比较浓一点的状态 那你的引擎的排放 对于吹快气的负荷 或者引擎比较容易积碳 这些是意料中事 另外就是因为那个点火 它那个提前 是用得 时间用得很尽 所以车原本车厂设计的 安全线就少了 这个就是个人的趣事 至于有些朋友 想真的进一步 将那部引擎强化 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一个引擎 你要强化它 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动用到那些 里面核心的零件 比如说 Piston Connecting Rock 或者是对于引擎转速 至关重要的挖脑弹弓 这些东西如果不搞 你强行去 去擠多些马力出来 其实很有限 你可以做什么呢 大一点的风格 或者一些 死气喉等 呼吸暢顺一点 我们讲讲 转速高的马力 是会大一点的 又或者是 换个大水箱 其实水箱 我觉得 帮助不是很大的 因为原装水箱 已经是 预计了你在 maximum power的时候 所产生的余热 它是足够可以帮你 散到它 如果你的马力 没有进一步提升到 你强大一点的水箱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当然 如果你用软件或者硬件 令到马力提高了的话 你要一个配合的水箱 也是需要的 所以改装 你要真的做 一定要顾虑到平衡 因为整件事 就不是单一的 引擎是由化学能 燃烧产生热能 再由热能 变成动能 是一个机器来的 你出来的动力越大 产生的余热就会越大 整件事 是一定要得到平衡 如果你没有周长的考虑 正是个别局部 那样提升 就会出现两个可能 有一个可能就是 这样就没用 帮不到你提升任何性能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提升性能之余 整个车的可靠性 寿命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所以记住 引擎改装提升动力 是可行的 但是一定要周长考虑 经过一年三集 大家应该对马力 扭力 不同机器 产生力量的特性 有一定的认知 我们经常说 传统引擎 为什么大家都不舍得 因为文艺的说 它是一个 有体温有心跳 而且 你看到它越往后 它就越高 这个其实 和人性很接近 你相对于冷冰冰的摩打 由勢用出发 它可以说是完胜 但是 似乎欠缺了少少 我们追求的那种感觉 如果我是摩打工程师 我会想一下办法 有没有办法 将这条曲线 调整到 似我们传统的内延机曲线 这辆车一定会带 我们身处这一刻 似乎大家都相信 内延机十多二十年之后 就收档了 将来全部都是电动的世界 但是世界科技发展 一天千里 究竟将来会是怎样呢 讲不完的 拭目以待